中江是个巨大的能量场 心好一切都好 心坏全坏 就这么简单 心在核心呢 讲啥呢 咱就在讲通过不同点 指向你的心是什么样 修心就修它 这个心就是佛 就是你的自性 就是你的本我 那就是极乐的状态 就这么简单 咱们现在说说肺的病 肺属筋 颜色是白的 味道是辛辣的 吃白东西能补肺 但吃辛辣的东西呢 能激发出肺气来 但吃辣的人 为啥就要激发呢 人会咳嗽 是不是一种刺激 所以说大家少吃辣的 它是另外一个刺激 但白色的东西能补肺 因为白色的东西 它又还蕴含着另外一个能量在里边 这个辛辣就不一定了 它有可能是负能量 也可能是个中性的东西 它就没准了 你需要它就是正样的 不需要其它是个负面的 它有一个刺激性 但白色呢 不具备刺激性 咱们这些五颜六色的东西 都是有含着一定的能量 用含着一定的能量 对咱们身体 确实有一定的影响 在佛家里边 道杀道淫忘酒 跟他跟费进行的观念 在儒家文化里边 仁义理智性 意思 在这个组合上 这都是我们的祖先 从日常生活的规律 摸索出的一套体系 这是经验学术 这是大众化的一些经验 这是有传世一些经验的体系 被我们祖先揉在一起的东西 那从这一点来讲 大家看这些简单的关联 应该能找出一个感觉来 这就是已经 以前为核心的一个状态 是不是 为啥爱得非病 因为你自私贪婪 主要是贪钱 贱便宜你就想沾 沾不着你就难受 别人沾着了你也难受 因为你嫉妒 爱贪小便宜的人 这不都小心了自私的人吗 我们有一个例子 有个老师 那他要便宜的啥样 他把过的日子非常好 工资也不低 可是他就这个心态 啥好东西都想拿家去 就想占得便宜 上超市去 不想花字也都想偷超市那些小东西 还不知几个家 就快八角 他就想偷 他就这种心态 就想拿 这种心态其实都是 前世的事了 前世有因 来到金市 他就养成这种个毛病 这不是后天训练出来的 但他就那个心态 他就想偷东西 就想占了便宜 就想拿 在这个道的方面 大家得注意 喜欢占便宜 喜欢偷东西 这一个道子 该花的不花 该不该拿的拿了 是不是都在钱上有关系 特别是不该拿的拿了 不该得的得了 这都为道啊 你上睡 睡不正常交 盗取国家的资金 这属于偷盗行为 咱们现在很多人 偷水 偷电 还觉得挺高兴 哎呀 整个小水龙滴完 滴的水 一滴滴 滴的一天 滴的几天 那滴的出一盆来 嘿 老高兴了 这水水表没转 我给滴的出一盆水来 可开心了 这是偷吗 偷水吗 要滴的大了 水表就赚了 说说他偷东西 以这玩意为乐趣 这属于道德品牌的问题 但就是非法 非正常进来采了 非正常进来的 你没福报花的话 就以 节省福报的形式 支出 这是一个平衡 咱们前两天 分享的一个老师 是在那台分享的吧 他捡了 两万块钱吗 十两万是四万吗 四万是吧 真美的 被别骗去四万 那头笑 低头哭 反正是 是吧 捡钱又开心 被人骗去了 痛心 最后扯平了 平没平 其实没平 因为啥呢 得钱说开心 能乐到哪儿去呀 被人骗了 可是长久的痛苦 所以说损失是大的 不值就在这儿了 说大家不要见钱眼开 平一颗公信 不要拿单位的东西 所有拿单位的东西 可能废子上都有呈现 不要占小便宜 越是公家的东西 越大火都拿东西 越不拿 越能看出 你自己的品性来 不要去随大力 去做事 什么不拿白不拿呀 哪有白拿的东西呀 是不是啊 上天有眼都盯了呢 上天眼啥 就那因果律跟着呢 所以说不要偷东西 大义为金 大义为金 所以说在分子上得病 都是因为你不义 什么不义 对国家不义 偷税漏税 行贿受贿 对不对啊 这都是有损 国家集体利益的事情啊 大方向嘛 从前的方向是这样 就是最做出所有的 对国家 对公众 对集体 做出不义之事的 费子可能都出现反应 因为不义嘛 往往都是 给钱财上的事情 主要的都是 钱财上的事嘛 这是对公众的关系 那么对人的关系呢 对朋友不义 你是不是骗去了 朋友的钱财 不该多拿你多拿了 是不是不仗义 不讲 还有家人也是这个概念呢 对家人也不一样 兄弟姐妹之间 现在看得那么重 失去了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意 那边看得重了嘛 这边你固定要失去的 失去了情意 不就丢了自己的德行吗 也就是把福报折腾没了 说说大义为己 朋友做生意 你多让一份 是不是仗义 你这么仗义为人 谁不跟你 谁不能 谁不想跟你合作呀 对不对 这不太长久的吗 咱现在做生意的 分得可清楚了 二一天都五 集资 活一块干 活一块干 那工作量能一样吗 不可能 可是分钱却是对边分 当初有约定 分着分着私信都出来了 要不就老做出来 干啥我干这么多 他一块分钱呢 凭啥平均拿钱呢 干了干了就不平衡了 这不就出矛盾了吗 这不就是意思上出了问题吗 如果你少拿一份 主动少拿 少拿一份 如果你的工作的能力 你的贡献 超越一点 你拿的钱 就是高于其他人 合伙人 他们会咋想 哎呦 人家干的最多 拿的最少 咱可得好好干 要不然对不起人家 因为他有亏的那块 他想补 是不是这道理 如果你的能力 你的贡献 不如人家 你本来就少拿了 那能干的 他也平衡 看咱家干的好 他干的不好 可是他也没拿那么多钱呢 这还是个平衡 这样的合作不长久吗 自己少拿一块 换来的啥 是长久的合作 少拿不就是讲究吗 不就是讲义气吗 也不就是把钱贷看得不重吗 对不对 大义为今 你这么仗义 那能不挣钱吗 积少称多吗 所以说做生意的好作 合伙呢 少拿一点 那就是让嘛 让不就是放下了 你不肯让不就是计较吗 为钱财活着吗 最后大家都累 最后都分家了 分开了 谁也不干了 其实损失是谁啊 自己不都是意味着损失吗 所以说大义为今 咳嗽 喘 肺炎 气管炎 解核 肿瘤 等等等等 反正你不管啥病 只要是气管和肺子上的病 原则上 都与义气有关系 义字缺失 跟钱有直接关联 在钱财上 出了问题 也就是说 得肺病的人 最显著的特点 就是把钱财看得特别重 他斤斤计较 他斤打细算 他按胎小便宜 都是为自己 这是他的最强烈的心态 然后呢 他嫉妒别人 别人好 他生气 别人多点钱了 他也生气 嫉妒心还比较重 就是在钱财上 绕不开 过不去 跳不开这个坎 花了钱了 得失嘛 他看得特别重 这种人 拿金属的属性来讲 金属是什么样的特点 凉的 硬的 锐利的武器 对吧 这种人往往另外一个潜在的心理 就是啥呢 他比较自私 比较阴险 比较狡诈 爱喜欢 卑鄙俠 通刀子 他就这种人 表面都乐和的 转的时候他就捅一下子 到点了 他咱就不捅了